擁有自己的物業都是香港人的願望 如果大家買了一層樓 你自己本身業主和業主之間的責任 你和管理人的責任又是怎樣看呢? 我們大家都應該聽過有一樣東西叫公契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梁康信律師 就跟我們講解一下關於什麼是公契 那不如梁律師你跟我們談談 梁律師你好 公契是一張契約 是一張對每一個業主都有約束的契約 公契通常會講什麼呢? 會講每一個業主的責任 管理公司的責任 和權力 又可能會講發展商的責任和權力 公契有很多條款大家應該很特別注意 有些朋友問我 我在哪裏找公契? 是不是買樓的時候應該會有的? 是的 其實買樓的時候 將公契就跟隨其他契約 如果你還沒買樓之前 你想看一看公契有什麼條款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田徒廳做一個查冊 查回你那間屋苑的公契 然後你可以拿出一個庫盤 我有一些朋友問 他說他想知道自己 譬如聽說有一件事叫做不可分割分數 英文是叫做undivided shares 其實是否在公契中可以看到呢? 看到之後又有什麼影響呢? 簡單來說 不可分的分數 就可以在公契那裏看到 或者你自己的契約 都可能會寫上去 那麼不可分的分數 有什麼影響呢? 通常呢 會影響到你給管理費的分數 或者你做大廈維修的時候 你需要多少錢 或者需要多少百分比的分數 那就會在不可分的分數裡 你會看到的 其實如果分數已經離定了 其實就不能改的了 是啊 如果離定了就不能改 因為一改就會改整個公契 如果你改整個公契 每一個業主都要同意